世界上最遗憾的退役 18年的职业生涯 他首次登场 却吃到了裁判的一张红牌 就连对手都为他求情 可最后遗憾的是 首战就成为了退役战 他叫罗南勒克罗姆 曾是巴黎的门将 身为第三门将 在大赛中他一直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直到2013年与洛里昂的对战中 球队在已经领先的情况下 决定给他一次退役前告别的机会 勒克罗姆以替补的身份出场 然而 初登大赛的他略显紧张 上场后的第21分钟 面对对手带球单刀直入时 措手不及的他在禁区 将对方球员扑倒 而这一瞬间 他非常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看着主裁判一路跑来 勒克罗姆赶紧爬起身 试图给裁判解释 苦苦哀求裁判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但不解风情的裁判 还是十分坚决地掏出了一张红牌 此时此刻 队友和对手们围了过来 他们都为勒克罗姆求情 恳求裁判将红牌改为黄牌 可裁判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判法 这张红牌也就意味着 勒克罗姆也只能以这种 最不愿见到的方式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不完整的句号